作曲 李宗盛 EEEND 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黑暗中闭上眼 听心跳 在呐喊 传个身重返 这世界 废墟中睁盖眼 炸热烂烂烟 逆着风向前 生与死在一瞬间 当一切都不再像从前一样了 我愿意着心爱着这世界 有道光照亮着 这一颗孤独的心 穿越熊熊烈火 当记忆模糊在陌生的天空上 我愿意着心爱着这世界 你的光照亮我 一分一秒都不退缩 只想熊熊烈火 All alone 罗芳琪 盧芳琪 盧芳琪 你怎么了 你醒醒 盧芳琪 你别吓我 盧芳琪 你醒醒啊 还说你不在乎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伤口呢 你不是受伤了吗 那 这儿 我切菜的时候切到手了 你看 这全是我给你做的 还有一个汤没事 我怕凉了你喝了胃疼 我就一直拿小火温着 这道菜 这几道菜都是香菜 你要是喜欢吃 我就一直给你做 不必了 没油了 张秋 什么意思啊 你知不知道 我最讨厌别人 拿生命开玩笑 尤其是在今天这种日子 今天是 对不起 我今后再也不会 开这种事情的玩笑了 我 我就是想找 找个理由让你过来 看看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 有没有你 所以我说你幼稚 以后别跟着我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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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还真是铁市新城啊 那人都走了 我打包了 走 你别难过了 你都到这份上了 他还不敢动 证明你俩没什么缘分 你不是喜欢医生吗 我有个表妹在医学院上学 性格又好 长得又好看 我介绍给你啊 我不喜欢医生 我极喜欢张秋 哥 咱总得吃饭吧 对吧 菜都给你带吧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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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这是明天的工作系伙 他怎么了 魂没了 这是谁的菜呀 我吃两口饿死我 干吗呀你 陆方琪 我不是吃你两口菜吗 至于这样吗 护这么紧 这不是普通的菜 这是我的心 你要把我心吃我心碎 不是 陆方琪 你是不是想谈恋想疯了 你要脑子不好 你就去看看脑子去 来 他怎么了 陆方琪为了藏秋学做菜 本来想给人家一个惊喜的 就凭人家说自己受伤了 结果人一来 非但没敢动 还给陆方琪骂一顿 什么时候的事 就今天 晚上 怪不得藏秋会难过 为什么 今天是防怀的季日 明天的训练计划 对一下 防怀是谁啊 防怀的季日 我想好了 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的 我打算明天复工 去上班了 保佑 进来 琴倩 大半夜不睡 跑来找我干吗 我这不是睡不着吗 我本来就因为张医生的事情 弄得心烦意乱 那班长 就一直在我耳边叨叨 琴倩 你能陪我聊会儿吗 不能 你每次想找人聊天的时候 我都陪你聊 这我现在失恋了 需要安慰一下 你就陪我聊会儿呗 你让我在屋里待会儿也行 就待一会儿 你说张秋 会不会真的不想念我 不知道 你都说不知道 那不就真的完蛋了 你不认识吗 琴倩 你不是和张秋很熟吗 你帮帮我 帮我说点好话呗 琴倩 琴倩 说点好话 我不知道 不知道张秋会不会原谅你 但如果她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 你就不能放弃 每个人都需要关心 你要记住 虽然她不说 不代表她不需要 对呀 她不说 不代表她不需要啊 琴倩 我听我你这句话 我瞬间改就活过来了 你这回终于给十一个好家 我先走了啊 你真的确定 现在去上班 不再多休息几天 休息只会让我跟胡子乱想 可是 放心吧 去吧 小心点 具贵 许来 听说你这次的善心 郑老太也没领清啊 你看到网上对你的评文了吗 我现在没有心情给你吵架 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 你太天真 太理想化了 根本就不懂人心 可偏偏人心 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 你一直很好奇那篇稿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你想不到吧 一点点诱惑 就可以让一个人彻底背叛你 小周 小周 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稿子是你发的 徐莱姐 我跟了你这么久 工作上我一直勤勤恳恳的 可是转正名单上 根本没有我的名字 我好不容易走到这儿 我不能输 我必须留下来 小周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都差点害死人啊 你都没有一点点愧疚的感觉吗 王毅他本来就是咎咎自取 违规扩建栽赃郑老太没错吧 再说了 是你坚持要去调查真相的 本来所有人都可以被照常安置 王毅不会跳楼 他老婆也就不会早产 郑老太更不会被他儿子遗弃 就算没有这篇报道 你敢说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吗 这就是你追求真相的结果吗 你那篇报道已发表 你那篇报道已发表 我儿子在外面根本没法做人 他现在怨死我了 彻底跟我断绝了母子关系啊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我实在辞职的 我实在辞职的 辞职 你想好了吗 你的那篇报道和后来 被有关部门验证的客观事实 其实出入并不大 那台里没有想处分你的意思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 记者最应该做的是追求真相 但是我这一次的报道 我都认识了 伤害所有人 也让我开始质疑 记者到底应该做什么 没有了信念 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我以后的工作 这个公牌和辞职信 暂时放在我这儿 好吧 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此刻的我很迷茫 我不知道我究竟该趋往何处 一直以来我所坚持的信念 我所热爱的事业 突然就崩塌了 比起智力破碎 而我心里的那树光 也似乎在那一瞬间熄灭了 你好先生 您去哪里 里面还有人吗 我们已经下班了 整个大楼里都没有人了 谢谢 客气 我认识我们都没有人了 为什么你必须去 你必须去忘记我 喂 阿姨 我是石川 学来有没有回家啊 没有 你有什么事吗 我没事 可能晚一点他会联系我的 您放心 为什么你必须去忘记我 为什么你必须去忘记你 我逃跑了 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不禁止穿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曾经我以为我变成了发光的人 没想到 却剥夺了别人的光和希望 此刻的我仿佛置身于无边的黑暗里 找不到出口 我想回到那个 最初找到光的地方 寻找丢失的意义 许来 你去哪里了 我很担心你 我会扶我一句就好了 随便什么都可以 我会扶我一句就好了 住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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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住宿了 多少钱啊 一百 你是学生 就算你八十 你该不是离江出走的吧 我是来旅游的 没有什么问题啊 放心吧 那好 走 坐那边吧 你坐哪儿去吧 怎么样 那学来了吗 能找的地儿都找了 电视台他家他爸妈家 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要不再等等吧 你也了解学来 要走谁都拦不住 我等不了了 必须要找到他 我不能让他出任何的意外 不是 喂 什么 找到学来了 他在哪儿 找到了许来区惠宁的客车票 惠宁啊 但是没有他的具体位置 惠宁的酒店倒是有很多 那我就一家一家地找 必须找到他 出事了 你这是要逼死我 因为你的知情报道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是杀人罢 你发表 你让我的孩子和老婆怎么活啊 日子继续跟我断除了如此关系 我会不如死了 这就是你追求真相的结果吗 这就是你追求真相的结果吗 你带死你 你带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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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那张照片 我想不到在这里找你 你要怼我到什么时候 对不起 我疼我了 我现在不想接着何人 这不是你的错 不要这样惩罚自己 好吗 可是现在的结果就是我的错 因为我的报道 我让别人受了伤害 不管我是对是错 别人就是因为我受了伤害 这个是事实 我不知道我现在追求的意义是什么 不要想了 如果现在不知道就不要去想 你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我一直会在 我请了年假 陪你散散心 你看 这里是不是和十年前都不一样了 时间前 那那时光是我最艰难的 也是我最温暖的一段时光 是你和追风一起陪我度过的 可是如果这一次如果我再也恢复不了的话 怎么办 那我会一直在 那我会一直在 我一直陪着你 你看看 你看看 这里以前是废墟 可是现在充满了希望 一座城市都可以重建 为什么你不可以 是不是 我会陪着你 重建你的世界 慢慢来 不着急 不用怕 没有 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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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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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一下 快 快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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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帮你不跑 快去一下 快去吧 快去 快走啊 我们儿走 快 走 走 走 我還沒跑 走 走 快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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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快走 爹爹 你们不要爬 往那边走 快走 走 走 别管行李了 快跑 快走 是的 我在惠宁 联系了当地的消防站 会加入救援 好 我现在去指挥中心汇合 收到 十年前这里发生了地震 很多建筑物 都做了加厚加固的工程 所以他们的损坏程度不会太高 不要担心 但其他的曲线 就不太乐观了 我收到了通知 要配合这里的消防站展开救援 陆芳琪在带队过来的路上 我找个人来这里 把你借回怀岗 我不回去啊 我要跟你在一起了 你不能跟着我看起来 你不能跟着我看起来 我是一名记者 我知道你是记者 你是一名很优秀的记者 但我们也要服从领导的安排 对不对 你也想我心无旁骛的 就更多的人 是不是 放心 我很快会来找你呢 好不好 乖 我走了 那你一定要贫了 为了你 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 不让你担心 乖乖的不要乱跑 我派人来接你 好不好 乖 来 林正 向看前 向前看 小心 林正 报告之外来的同志 队伍今后完毕 请您指示 如列 是 同志 同志们 惠宁刚刚发生了七点八级特大级地震 震情刻不容缓 支队命令 调集重型地震救援队 迅速集结前往灾区 近世川正在灾区等你们前往会合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 务必要全力以赴 大家有命心机 有 好 赶紧收拾行李 带上你们各自的搜救权 随时准备出发 是 你干吗 怎么这身打扮 我们地震救援队马上去汇宁支援救灾了 我来拿医疗物资 所以就特意过来跟你说一下 你打个电话就好了 干吗自己跑一趟 这我不是知道你最讨厌不高二边吗 所以不想让你担心我就给你汇报一下 谁担心你啊 我时间不多了 要回站里集合 我 我向你保证 我为了你一定平安回来 我一定不会让你孤独一个人的 来 借个给你 等我走再看啊 等我走再看啊 我刚刚已经进到 你自己担心了 你去哪儿 你把电话找到了 说再看啊 你让你好 我走 我 巨大 我 我 不是 这些都是你平时不好的习惯 你自己都没注意吧 我不在的时候 没人给你送饭 提醒你按时吃饭 你要按笔记本上说的 注意生活规律 好好休息 好好吃饭 不许随便凑合 答应我 照顾好自己 就当是为了我 别忘了 有个人比你自己还要在乎 我一定不会让你孤独一个人的 祝ithe 有个人 sy Dia diaphragm 我 你为什么要带你 会跟你근次 你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要模仿 你ора什么 对我 根本是让你消失 esquiv 赵雨昕 你别去了 你快回去吧 我一定平安回来 我会等你回来的 你快回去吧 你快回去吧 向右看一见 前进看 上市 一站 报告指援特勤战支援惠宁地缘这位分队 一到六人 十到六人 分队干部 陆芳琪 请您指示 上市 是 上市 同志们 你们这次任务十分艰巨 一定要记好十六个方天政策 圆满完成任务 队伍党中朝 尽力烟命 不当斗火 尽程归联 好 我等你们平安归来 是 一站 强坐转 向支队集结出发 去完毕 分队 ders 陆分队 人员 公司 停 你小子说实话 刚才是不是也顺便去看脏医生了 见了面之后 更舍不得离开了吧 那不行 我必须得走 我要做一个让他骄傲的男人 我们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这次我们的任务会非常严峻 但我相信 我们抗震救援队 是一支消防精兵队伍 我们务必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大家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确保所有民众的生命安全 检查好你们的照明装备 个人防护装备 救援装备 确保所有物资准备充分 是 出发 来 这边 上来 欢迎假日 谢谢啊 往这儿吧 来 我来 你好 化病志愿者 姑娘 我们现在主要负责一些 物资的运送和接收 你这也搬不动啊 暂时不用了 地震监测局监测到接下来还有多次余震 很危险 你赶紧回去吧 我 不好意思啊 喂 我已经和陆芳琪他们会合了 你安全回到淮港了吗 我还在挥眠 你呢 发生什么事了 兄弟们 听说有记者播报 在不报时摔伤了 人怎么样 先不说 人倒是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腿伤很严重 没分报到了 那怎么办 我可以 你 你 这连线马上就要开始了 从台里调人根本就来不及 怎么办呀 您好 我是淮港 那是台记者 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忙 你 那你有记者证吗 这样 给台里打个电话说一下情况 让他试试吧 各位观众 我是前线记者徐来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 带来现场报道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 惠宁地震灾难现场 台里决定 要委派一名合适的记者 去惠宁前线报道 组长 让我去吧 我自历够久也有经验 一定能替台里报道 几个大新闻 好好表现 前线报道任务艰巨 人选我会慎重考虑 组里除了我 难道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有 我心里 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 这个秦义 就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辛姐 我感觉组长很明显 还不信任我 不信任我要怎么样 反正他很快就要走了 现在徐来也不在 组长的位子 迟早是我的 还不知道徐来在哪儿吗 一直联系 不是安排 组长你看 这不是徐来吗 他就在惠宁啊 各位观众 我是前线记者徐来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 带来现场报道 你是有多着急的事啊 非要来惠宁啊 要不是坐我的物资车 你都到不了茉房镇 我要到那儿办很重要的事情 是吧 谢谢你 喂 徐来 我看到了你的新闻 我现在正在去 莫房镇的路上 我一定会平平安安地 把你带回怀港 老沫 这里是正在区 路已经疯了 你不用过来 我现在也回不去 这一次 真的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 待在会面 你等会 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准备 临危寿命 居然也能这么冷静地报道 还报道得这么专业详尽 真是太棒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志愿者团队 非常欢迎你的加入 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记者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给我表报 谢谢 来 来 喂 组长 我看了你的新闻报道了 知道你在惠宁 你怎么好断断去惠宁了 本来想来散散心 没想到遇上地震了 那这可能是天意吧 其实我最近一直尝试着联系你 一呢 是告诉你 泰里不追究忘义的事了 二呢 就是这次惠宁地震 泰里呢 想找一位一线的记者 去现场跟踪报道 我觉得你 你就挺合适的啊 所以呢 想趁机 恢复一下你的工作 你 什么意思啊 抱歉 我还没有想好 师傅来做回叶敏地址吧 本来我还挺担心你的状态的 直到我看到了你的那段现场报道 你自己也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我能看到 你依然非常热爱记者这个职业 你的内心依然充满着 对这个职业的使命感 徐兰 你就回来当记者吧 你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材料 我考虑一下 然后补复你 好 那你好好考虑啊 尽快答复我啊 好 另动 Wonderleep吧 你很容易吧 有一点 快 快 快 金家 金家 这片区域清理完毕 所有商品已经送到医疗点了 大家原地休息 吃点东西 是 是 是 好 喂 那边还好吗 我这边救援刚结束 怕你担心 赶紧给你报个平安 你那边还好吗 我这边也还好 就是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刚刚组长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 希望我作为一线记者 报道会您的灾情 我还没有答复 你觉得呢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 应该问问你自己 想不想回到一线 当一名记者 我当然想了 只是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学来 有很多事情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准备的 就像这一次我们遇到地震 来得这么突然 还有那天晚上的匆匆道别 这些事情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预判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听到自己的声音 当下我们听到的声音 就是我们选择的答案 我明白了 谢谢你 加油 吃饱了吗 吃饱了 好 工作 你好 怎么样了 我想好了 来 我愿意接受前线报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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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能回来 你放心吧 放开手脚好好干 还有两个好消息 郑老太的儿子 已经去医院把他接回家了 王毅身体好转 正在康复中 我知道你还很担心这些事 现在重新开始吧 谢谢你 组长 我相信你 你就是最好的 我眼中的光 沉点了时光 指引我叙叙而来 想交付倾诉 将心念收入 坚定的 在你身旁 我愿成微光 照亮你的路 月路途静起 寻你的轨迹 我愿成微光 穿进你的心 无所畏惧 奔向你 哦 穿过人群 你 你眼中的光 拼住了时光 指引我叙叙而来 我愿成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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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生命中 你是生命中 最炙热的光 我愿成微光 岁月交替 岁月交替 寻找你 欲无反顾 等下你